最鼎盛的自然是东运虚无 诸多上等界空都在这片虚无海 北冥虚无则是冥界为代表 南陵虚无和西海虚无 分别是中等界空和下等界空的聚集之海 不过岁月若是倒转 南陵虚无和西海虚无 也曾是代表过最强的虚无海 说起西海虚无 萧炎便是想起了自己的故乡 斗地大陆和斗气大界都在西海虚无 只过近千几千年了 在这几千年时间里 足以让一切事物沧海桑田 包括生老病死 萧炎也知晓自己的父亲 兴许已经不在了 但这谁也无法改变的东西 即便是神也不可能永生 走吧 回答满分 饶你一命 萧炎说道 魏青顿时目露感激 别说是萧炎手里的天雷石浮了 他能活下来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至于苍学几人 便是更加看不懂萧炎了 刚刚如此杀伐果断的一个人 却又在下一刻不去滥杀 要知道 即使放过魏青 对于萧炎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毕竟风雷电也不是吃素的 这样等于又给自己身后 树立了一个隐形的敌人 当然 若前提是萧炎身后的势力更强 以至于他完全不惧 倒也是情有可原 命你留下 纳戒给我 萧炎不知何时 已经将魏青的纳戒握在了手中 真不错 一瞬间就变得有钱了 变有钱的感觉真好 萧炎微微一笑 便是重新回到了方舟之上 藏血四人也是急忙跟上 魏青被中创 身后其他势力 见到魏青和萧炎的战斗 简直毫无悬念 更是无法看透萧炎的实力 这令众人 更加不敢对萧炎有想法了 魏青在列 众人只能呆呆地 看着萧炎等人的方舟化作云烟 消失在了远端天际 方舟之上 萧炎便是将一枚纳戒 抛向了沧穴 笑道 之前多谢你帮忙 这是十一亿神员祭丹 多出来的一亿 算是我付给你的利息 萧炎显得慷慨大方 众人心说 这抢来制裁 倒是用得心安理得 不过这世界就是如此 抢者为尊 就算被抢了 也只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演 要么就因此丢掉小命 和性命相比 都是不值一提 雷爽有七亿 而后 又在魏青这里抢来八亿 总共就有十五亿了 给了沧穴十一亿 萧炎手里还有四亿 顿时间 屈林三人的目光 便是充满期待地 看向了萧炎 李万要密葬还早 我暂且别关几年 有情况 可以直接换我 萧炎说道 在屈林三人 那渴望的目光下 萧炎至始至终 都没提借他们的 一亿神员契丹 藏雪倒并没有 表现得很开心 似乎这十几亿 神员契丹 对他来说 萧炎还不还给他 意义都并不是很大 但屈林三人就不同了 毕竟沧雪财力雄厚 主要拍卖场 就是他老爹的 而他们三人 实实在在的就是马仔 能存到一亿神员契丹 也是花费了不少进气 才存下来的 三人是欲哭无泪啊 你们三人别急 带我练着几枚丹药 应该就能还上 欠你们的神员契丹了 萧炎在走进甲板上的房间时 便是缓缓开口 听到萧炎放话的三人 顿时眼眸一亮 急忙抱拳拱手 至于丁月和夏曾辉 两人虽然修炼并没有消炎刻苦 但是几千年的时间 也是让两人的实力 分别达到了七星斗仙和五星斗仙 而两人距离斗神还极为遥远 修炼意图 长路漫漫 机缘造化 以及自身天赋 更是决定了一个人的上限 实际上 若是放在中等界空 二人的实力算不上顶尖 但也算得上强者 至少不会被轻易抹杀 对于实力的追求 还是要看自我本身 对于夏曾辉和丁月二人来说 他们对实力的追求 并没有像萧炎这般疯狂 强大需要目的 而他们 已经没有非常必要的信念 去追求更强的实力了 斗仙实力 寿云已经是五万年以上 这五万年来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岁月了 只要愿意放下修炼 时间自然会变满 但他们既然追随了 萧炎的脚步 也会一直走下去 丁月严苛地对待自己的 严和科技 既然实力上没办法跟进 但明和科技 或许能对团队增加贡献 这是丁月的人生价值 夏曾辉 不是以元气为擅长 其灵魂之力天赋恐怖 他的灵魂之力 也来到了准预警 和硝炼几乎达到同一水准 如今肉身恢复 夏曾辉的灵魂之力 只要有足够的机缘 超越硝炼 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拥有强大灵魂之力 也是非常关键的 至少 在面对灵魂之力 强大敌人的时候 也唯有灵魂占灵魂 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房间当中 硝炼盘坐在床榻上 实际上 他并没有去炼丹 而是沉浸下来 拿出了之前所得的炎羊花 硝炼已经完全和他契合 也完全沉浮于他了 而随着白燕的跟随 以及硝炼不断地成长 白燕 已经比最初能施展出来的力量 强上不少 硝炼迅速将炎羊花炼化 白燕也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顿时间 白燕便是有些郁郁郁湿的感觉 但夜旁的不灭 可不是吃素的 白燕再躁躲 也不敢造次 主心施展要崩 效果应该会更好 不过总感觉 白燕的能力 应该不止如此才对 而且我记得 火焰神域当中 总共有七位老祖 而还有两位老祖 还没有对我试炼 火焰神域 如今 我应该有资格再见了 硝炼心念想到 而火焰神域 便是存在于白燕之中 将意念传达给白燕的时候 硝炼便是感觉到了 灵魂被吸扯 而后 他便是再度来到了那个 悬浮火云之上的七座大殿 而这里正是白燕的火焰神域 硝炼也觉得奇怪 按道理 不灭之火也应该有才对 不过不灭 也完全对应他的名字 他的能力就是做到不灭 没有过多的战力 只要不灭存在 硝炼就拥有无尽的寿远 且即便战败 不灭之火 也能帮助他涅槃重生 这样的能力 也是相当强大的 因为 对于万物来说 时间也是一名强大的敌人 打不过就耗死 何尝不已是一个战斗手段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